9月12日报道 巨俄新社9月11日报道称 俄罗斯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 东方剑2018演习于11日开罗 俄国防部信息与大众传媒斯宣布了这一消息 报道着演习的主要场地位于东部军区 空军和防空兵的训练场以及白令海峡 厄霍刺客海 阿瓦恰湾和克罗诺基湾的水域 演习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调遣军队 向北部和远东海域增兵 第二阶段 诸兵中士兵演练防守与进攻和目 演习主要目的在于解艳军队指挥机构 调遣部队和协调诸兵种获得的能力 积累和完善军队指挥经验 俄国防部信息与大众传媒斯宣布 北方舰队穿过北极水域抵达楚客齐海 参加东方检2018演习 他们将在楚客齐地区的北极水域开展演练 此外 俄太平洋舰队的战舰编队和负责搜索侦查的舰船编队已经离开驻地 启航战复军演制定海域 改建对舰船将演练组织对控防御和摧毁假想敌舰船的任务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10日报道这儿 俄罗斯总参谋长马列里格拉西莫夫说 许多现代化和新的军事装备将参加东方检2018演习 以下是演习中无种值得关注的先进武器 突为俄罗斯苏到35战斗机苏35战斗机 它也被称为侧雷伊 是俄制第四代单座双发喷气式战斗机 在中国空军2015年订购24架速到35后 它被视为中俄军事合作的象征 截至去年年底 共有14架速到35战机装备中国空军 其余战机也将很快交付 报道着苏35配备了无原件子扫描阵列雷达 能够探测到400公里以外的空中目标 它还能跟踪30个空中目标 同时与其中八个目标交火 2009年俄罗斯空天军成为苏到35的首个用户 2016年俄军将该机与S400导弹系统一起调往远东地区 苏到34战斗轰炸机苏34压嘴兽战斗轰炸机 由苏到27侧位战斗机发展而来 这种双座全天候战斗轰炸机主要针对地面和海上目标进行战术打击 2016年该机曾被部署到伊朗和雪利亚 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 图为俄军苏到34战斗轰炸机 凭借其空袋侦察能力 该机具备全天候攻击能力 预计它最终将取代俄罗斯空军的苏到24战斗轰炸机 和部分图22立方米远程轰炸机 T90主战坦克该坦克全驻超过45对 配有激光制导的9M119反射炮射导弹系统 该系统旨在打击配备有爆炸反应 装甲的坦克以及直升机等跌空飞行目标 最大射程达5公里 报道着T90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 出车体装甲外 该坦克还披挂了爆炸反应装甲 它的主油箱和车尾油桶最多可携带1600升的燃料 中国99式主战坦克报道着 这种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 配备了125毫米滑塘炮和转盘式自动装弹机 受刺亮相于1999年 得见我50周年国境院宾室 突为参加俄罗斯 东方减20118演习的中国99式坦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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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